好,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什么叫生物灭绝 它指的是生物在环境中消失就灭绝嘛 生物灭绝那就生物灭绝 那我怎么知道一个生物快灭绝的呢 我怎么知道哪些生物是什么的瓶为物种呢 大家有个很好的指标 叫做最低族群存活素 或叫最低存活族群个体素 它指的是要让一个族群能够永续繁衍 你最少要几只个体 这是这样的概念 我们已经想要提过这个东西 如果你今天的最低存活族群个体素太少 你这个族群或这个物种 就会陷入所谓的灭绝漩涡 好,什么是灭绝漩涡呢 我们来解释,请看图 如果今天一个族群已经很小了 一个小族群,族群个体素很少了 你就会因为个体很少嘛 找不到交配的对象 就会发生近亲繁殖 再加上小族群本身就容易遗传飘变 不论是创始者或是平静效益 所以这两个现象一来精进交配 或是所谓的遗传飘变 是不是会让遗传多样性下降 造成遗传病一丧失 遗传多样性就下降了 但遗传多样性下降的时候 就会常常发生隐性的遗传疾病产生 而这时候它的子带就会体弱多病 健康程度下降 体弱多病的现象就是 生殖力下降 死亡率提高 好,这两个共同作用 不是让这个族群变得更小吗 当族群一变小 回来 族群变小了 精进繁殖更严重 遗传飘变更严重 会让遗传多样性下降更多 又造成更严重的低生殖力 高死亡率 又让族群变得更小 更小又往上走 又增加精进繁殖的几率 又增加遗传飘变 各位,这是个恶性循环 我们称这样叫做灭绝漩涡 当你进入灭绝漩涡了 你就永无翻身之地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hold住 你必须在最低层活住群 个体数以上 因为当你的个体数 少到某种程度的时候 你就进入了恶性循环 这个物种就没机会了 就进入了灭绝漩涡 好,那当我们知道 这些资料之后 当然可以帮助我们 做一些保育上面的策略 你会发现保育策略是很广的 它不是只有科学上的研究 它必须立法、执行、研究工作 要进行一些资料 然后教育人民、训练和落实 还有跨国、跨单位的合作 都才有办法 让我们的保育策略能够成功 目前我们对于生物的保育策略 大家可以分为两大方式 第一种叫栖地管理 我直接保护这个物种的栖地 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也最直接、也最有效的 我把栖地保护好 生物就有资源 可以重新繁衍出来 那就很好啊 可是栖地管理 并没有那么简单 比如说 我可以把台北市的市民 全部赶掉 台北市的高楼大 全部拆掉 重新让台北市变为森林吗 不可能啊 所以你要与人争取 竞争利益的时候 有的时候 栖地真的没办法保留 我们就退而求其事 走第二个 生物上的管理 我不是针对栖地的 而是针对生物本身 我让生物保留下来 例如我把植物的种子收藏起来 冰冻起来 成立种子库 我收集了全世界各种植物的种子 就算自然界的栖地 那个植物灭绝掉了 我依然手上有它的种子 有机会可以重新复育它 或者是国内有这个 古炎造云的 那个植物保护种中心 它收集了全世界各种植物 在那边种植着 所以它在那边养了很多不同的植物 全世界各地都有 它就说 你看我们这边有多少多少种 所以就算自然气地的物种没了 我这边还有 那当然保存这些个体 或是这些种子 其实也是保护它们的基因 人类就有这些基因了 那基因以后可以有什么样的资源或应用 那以后就会知道 所以其实我们在保留的是 人类 或是说地球上生物的重要资产 我们把种子或这些物种留下来 我们就等于保留它的基因 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的概念很像 什么方舟 诺亚方舟 所以有些国家会提出所谓的诺亚方舟计划 就大量的保留一些植物的种子 那除了植物之外 另外还有些细菌 或是动物细胞的细胞培养株留下来 这就是我们的资源 以上是生物管理 那当然也有气力管理 那我们就把十三章上完了